主料,面包粉250克,三剩200克,辅量,红糖,黄油2.5大勺,甘酱母两小勺,糖三分之一杯,来粉二分之一杯,腌四分之三小勺,蜂蜜一大勺,鸡蛋两个,水三分之二杯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新鲜桑胜体静后力感,加入红糖,放冰箱, 24小时后,制红糖化了,防身出水,备用,面包机中按顺序放水和鸡蛋,蜂蜜,奶粉,盐,糖,再加入面包粉,甘酮母,黄油,按和面程序,这是糊了约20分钟的面团,比较光滑,一个半小时后,放好了的面团,是原来的2.5倍大了,把放好的面团倒在撒了面粉的案板上, 拉扯开来了一个大的形,把自炒的红糖丧生铺在面团上面,然后把面团包起来,正时烤盘上铺上油纸,抹上黄油,然后撒上一点白糖红糖一可,把刚好包好的大面包分割成八份, 然后整形收口后放入烤盘,面包提防温暖处,发酵约半小时,然后在面包表面刷上鸡蛋液,面包入预热好的烤箱,中层165度,烤约35分钟左右,至表面金黄即可,烹饪技巧,面包不一定要和到扩展状态,只要像两侧用一拉扯整形,出来的面包组织非常好, 用料中所用到的单位,都是面包机所配的杯子和勺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